a curve have a gradient function so 我们要知道gradient function就是 d y d x ok so d y d x 等于 k x 减 6 k 是 constant 它的 minimum point 是 3 减 5 so 在这一边它给了我们几个 information 因为它是 minimum point 就是说它的 d y d x 当 x 等于 3 是等于 0 所以我就有 k 3 减 6 等于 0 3 k 等于 6 k 等于 so 我 k 等于 2 的时候 这样我的这一个 d y d x 会是等于 2 x 减 6 然后它要我们找它的 y intercept ok x intercept y intercept so 我的 y 会是 integrate of 2 x 减 6 d x 所以它变成 2 x square 和 2 减 6 x 加 c 所以它是 x square 减 6 x 加 c so 在这一边它经过的点是什么 经过的点是 3 减 5 3 减 5 就是说我的 x 等于 3 是 y 等于减 5 so 减 5 等于 3 square 减 6 3 加 c 所以我的 c 等于 c 等于 5 减 9 加 18 然后我拿到的是 4 so c 其实就是它的 y intercept 了的 so 但是如果你不确定的话 你就写 6 减 6 x 加 4 so y intercept 的时候 我的 x 等于 0 所以 y 等于 0 square 减 6 0 加 c 等于 4 ok 就是这样 所以它 y intercept 会是等于 10 好 它告诉我 dvd t 是这一个 v 是 20 的时候 t 是 2 它我们 x plus v in term of v 所以我的这一个东西 我们有了之后 我就知道我的 v 会是 integrate 那一个 8 t 减 3 d t 所以它变成 8 t square per 2 减 3 d 加 c 所以我的 v 会是 4 t square 减 3 d 加 c so 在这边 它告诉我们 1 等于 2 的时候 我的 那一个 v 会是等于 20 所以我就有 20 等于 42 square 减 3 d 加 c c 等于 20 减 6 加 6 然后它就会变成了 10 所以我的 v 等于 4 t square 减 3 d 加 c 就是这样 ok 好 好 x 变成 2015 那 gradient function 是这一个 所以在这边 我们的 dy dx 是 x-3 y is integrate x-3 d f 所以它变成 x square per 2 减 3 x 加 c ok 然后 2 e 2 e 就是说 x 等于 2 的时候 y 等于 1 e 等于 2 square per 2 减 3 2 加 c 所以 c 等于 1 减 2 加 6 所以 c 等于 1 减 2 加 6 然后就 5 ok 所以我就可以找到 我的这一个 y 等于 102 x square 减 3 x 加 5 结果这个是 b 的 还要的是 gradient of the tangent 的 point 哈哈哈哈 哎呀 所以我的 a 这一本 gradient of tangent 是 dy dx 等 x 等于 2 so dy dx 是什么 dy dx 是 x-3 所以它就变成了 2-3 2-3 它就变成-1 就是这样 好 解决 好 2018这一题呢 是比较特别的一题 它在这一边 它给我们的 curve y 等于 gx shake line 是 tangent tengent 的情况之下就碰到一个点 所以就是说它这一个 x 等于 1 是它的 maximum point 然后题目告诉我 这一个 d' 等于这个东西 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 它这一个就会是 maximum 的时候 我的 dy dx 等于 0 所以减 4x 加 8 等于 0 所以 4x 等于 8 x 等于 2 所以那个点其实是 21 所以我的 gx呢 是 integrate of -4x 加 8 dx 所以它变成 -4x² 和 2 加 8 x 加 c ok 所以它就会变成 -2x² 加 8 x 加 c so我们在这一边 它有这一个的时候 就 x 等于 2 的时候 gx 等于 11 11 等于 减 2 x² 加 8 x 加 c 11 加 8 减 16 然后它变成 3 所以我的这一个 gx 就会变成 -2 x² 加 8 x 加 3 ok 就是这一个 所以这种 maximum 的题目 我们以前在 form 2 chapter 4 的时候 有做 committing the square 所以在 sbm 它 要做 committing the square 是很难的 因为它有太多的破解方式 我们可以用 dy dx 来做 除非它指名刀心 这一题你只可以用 committing the square 那你都没有办法一定要用 committing the square 不然你可以用 dy dx 甚至你可以暴力破解 就是 expand 出来对比 所以 所以 committing the square 是比较难处的一种题目 好 第15题 它告诉我 dy dx 是这一个 然后我们 express y 你知道吗 x so 我的这个 dy dx 我再重新写的时候 是 bar 3-4 x power-2 so 你可以看到它这个是一个号码 然后你可以写成这样 ok power-2 要记得我们 dy dx 是有 potion rule 可是 integration 是没有 即使它是 function 要你 differentiate 它的时候 你用 quotient rule 就 不 efficient 咯 你直接把它变成这样 我们再来做 dy dx 都比较容易 so 我的 y 呢 会是 integrate bar 3-4 x power-2 dx 所以我的 y 会是等于 8 3-4 x power-1 over-1 还有减4加 c 然后它变成 2 over 3-4 x power-1 power-1就不用写了 ok so 这一个东西 它其实会变成 2 3-4 x power-1 然后它就变成这样 ok so 我这个乘了变成加 然后144 428 ok so 我们这边 x 等于 e 的时候 然后它的那个 y 会是等于减12 所以减12等于 2 over 3-4 x power-1 加 c c 等于减12 这个是减1 减2 加2 然后它变成减10 所以我就可以拿到我的 y 会是等于 2 over 3-4 x-10 就是这样 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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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